打牌打到一半 警方突然衝進來 賭客們嚇得不知所措 賭場內有電視記錄時間 牌桌上還有籌碼和撲克牌 一號凌晨警方查獲一間非法賭場 地點就在台北東區百貨商圈 但搜索過程中 一人陳寗久也出現在 同棟樓的私人招待所 陳寗久沒賭博 也沒持有違禁品 但現場的友人被搜出 大麻煙 據瞭解當初以物業公司進駐 租下大樓整棟樓月租金兩百六十萬 十一樓十二樓當招待所 四樓的德州撲克賭場被警方查棄 五萬餘人 陳寗久在IG還原當天情況表示自己唱完校園演唱後 受邀朋友生日聚會 警察突然持搜索票進來 旁邊不認識的人被搜出大麻煙帶走 也有感而發表示當個公眾人物 那麼累沒做的事還要被議論 難道之後跟朋友出去還要先搜身確認有沒有前科嗎 警方破獲賭場查到毒品 結果賀見陳寗久在招待所 也讓他無辜捲入其中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